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脚下的东西我们原来在也就是脚下的功夫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中间说到过很多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种练法 什么练法呢 就是我们在两只脚 比如说的话我们是两只脚 穿了一个铁靴的 铁座的鞋 这个铁座的鞋我们穿上以后它会很重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鞋想象的很重的话 我们把它提起来的话 那我们这样提是提不动的 为什么呢 它很重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用胯 用两根胯来把鞋提起来 用胯来提起来 那么胯提起来以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就好像什么呢 这个我们脚上带着两个脚料 脚料很重的铁 在腿上 在脚膊子上 我们拿不动 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铁的鞋子很重 拿不动的 我们用胯来拿 胯来拿 用胯来拿 用胯来拿 脚不要用劲 用胯来给它拿 来 这样呢 就好像我们这个雪或者是泥很深 我们插进去以后 陷到膝盖以上 或者现在膝盖那么深了 我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泥或者雪 插进去 我们要想拔起来 我们走不动 我必须要把它拔出来 脚是拔出来 必须要用胯 是吧 我的感觉呢 就是我们走路要像带脚料一样 不是这么随便的走路 用胯来走路 好 那么它的核心就是什么呢 就是用胯来走路 那么我们练习长了以后呢 你打拳的时候呢 它就会 胯就会走路 这个呢 对上下相随非常有好处 非常有好处 好 我们再讲一下 首先 我们用胯来走路 把脚提起来走路 但是 它的前提还是以前说的 松 那一定要松下来以后才能用胯 你不能紧着用胯 那不行 那不行 要松下来用胯去走路 去胯去走路 那么这个 它的好处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就是能促进你上下相随 用胯来走路 因为这个胯一动 这个脚就被带起来了 带起来了 那么这个上下相随 就对上下相随非常有好处 非常有好处 你上下相随的练法也有很多 脚下的练法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 用胯来走路 这个练法虽然很简单 但是它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 我们走路都可以练 没有事的时候 我们就等于穿一个铁靴了 在走路 不是去力能拿动的 用胯来走路 用胯来走路 身上空 体都松透 松开 用胯来走路 用胯来走路 那么这样呢 这个就使你形成了一个 它对上下 不仅对上下相随 它对上下相随呀 节节贯穿呀 对这个 不仅对周深一家呀 这都有好处 都有好处 这种练法虽然很简单 但是呢 它的作用是不容小觑 非常有作用 希望大家呢 抽时间可以练一练 不需要整时间 你平时在屋里走路的时候 你不要走路的时候 你怕别人笑话你 那就不行 你在公园没有人的地方 或者在家里没人的地方 你自己可以 当然你在马路上 如果像这样走路的话 别人会以为你是精神病的 对吧 那么我们在没有人的屋里面 可以这样走路 可以这样走路 这样来锻炼脚下的东西 脚下的东西 这个我们说 刚才说 这个脚下的东西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的原因就是 一个是呢 它比较难体会 脚下的东西为什么难体会 就是因为什么呢 你的腿部 它随时每一秒钟 都在支持着你身体的重量 你支持你身体的重量的时候 你就体会不到了 因为我们只有松 才能知道 才能体会到内部的变化 可是腿部 它难在就是 它时时刻刻在支撑着你身体的重量 所以你要想体会到腿部的用心 就是比较一个难的内容 比较难的苦 比较是一个难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把 不用跨来走路 来体会 膝盖和脚部的松的感觉 因为你脚格子和膝盖都不用了 只用跨 那么这时候呢 你就能体会到腿部松的感觉了 腿部松的感觉 腿部的松的感觉 对不对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是 能够用这个方法来 促进你的腿部的肌肉放松是一个什么 你能感觉到腿部放松的是什么感觉 你找到了腿部放松的感觉以后 再练其他的东西 那就比较容易了 哎 就比较容易了 对不对 比较容易了 好 那么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用跨来走路 我们想一是鞋子穿的是铁的想象用跨来走路 第二个 第二个 要把这个 可以也可以想象成我们 插进血里 或者插进那个泥里边 本身我们要拔出来 用画把它拔出来 这两种想象都可以 都可以 它的作用是上下去相随周身一家 你练时间长了 你上下去就相随了 周身就一家了 对不对 那么你要去成本的书去看 怎么样周身一家 怎么样上下相随的话 那就太难了 那你就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去锻炼 体会 体会以后 有一个前提 我都说 我说两遍 就是松 就是要放松 那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好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一面 体育脚 脚上的功夫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不用我这种方法 因为我们现在在民歌聊天 谈死不含蓄 不说假话 这只是我个人的方法 不是别人给我的方法 所以你自己有你自己的方法 也许你的方法 比我的方法更好 更好 更好 所以 这个方法我感觉你不浪费时间 就是在屋里面 感觉自己带着脚料在走路 带着脚料在走路 就行了 很简单 很简单 但很重要 好 好 明哥聊天集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的 希望大家能订阅这个频道 下次再接着聊 下次再接着聊 这个 关于 郭范列表的名称是 郭范列表的名称是 欢迎大家 在这一天 再见 再见 大家好 好 好 感谢大家